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叫朱晋 今年13岁 我叫戴晋 今年9岁半 从6岁开始听三歌的 我小时候就听我奶奶 她们唱三歌 老一辈的人 她们都教我唱三歌 有对唱的那种歌很好听 好听 因为她本身就很好听 我没事的时候就喜欢哼几句三歌 她们是客家人的孩子 放牛 三歌是每一个客家孩子 同年的欢乐和记忆 我们开心的时候都喜欢唱三歌 老不开心的时候 别人会用三歌来哄你 放牛娃的着装 有着显著的特点 这并不属于任何一个 少数民族的特色服饰 她 只属于客家人 客家是中国南方汉族的重要分支 在这个有着4500万人数的 汉族民系中 她们似乎居无定所 却广泛分布于中国的南方各省 她们隶属汉族 却有着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 她们有着特色鲜明的客家语言 却没有自己的文字 在历史的变清中 她们把族群的秘密与记忆 悄无声息地融在了歌声里 她们的歌只能用客家话演唱 因而被称为客家山歌 可家人 原居于中原大地广阔的河洛流域 因鲜明长期受北方边间不足的侵扰和灾荒的影响 从近代开始 逐渐自中原向南方迁徙 历史上 客家人一共有过五次大规模的南迁 宋末时期 京人入侵中原 一部分市民南迁至湖南省延陵县境内 这是有着千余年历史的炎帝林 坐落在湖南省珠州市炎陵县城西 十七公里的鲁园镇境内 炎陵县正因此而得名 在这座县城 客家人的人口比例斩据了七成 客家先民迁徙至此时 这里还是一片荒山野岭 彼时的客家人已厌倦了战争 他们宁愿在崇山峻岭中 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于是他们披荆斩棋开荒拓地 如今多数客家儿女们依然生活在乡村 自家的地能有好收成是最朴实的愿望 达第一个是它的绝序 就是第二个后 365 007 008 007 ağr narratives 张志龙是地地道道的客家人 山歌是父亲教会的 龙芒之鱼他喜欢哼上棘手 客家山歌就是客家人的劳动耗子 劳动歌是客家山歌的重要类别 客家仙人牵制这片大山 唯有辛勤劳作才能征服乡野 起获丰收 在劳作中 乐观的客家人 喜欢用唱山歌的方式 缓解疲劳 抒发心情 客家人唱山歌 大多即兴编唱 甚至可以一曲多词 在天里擦秧的时候 为什么都会唱山歌 这也是体现我们客家人 一种精神向上 让愉快的心情表现出来 把劳作那个劳累都忘掉了 体现了我们一种精神 也是客家人的一种精神 未到上午 张志龙打算提前回家 今天家里有客人要到 他得回去张罗一番 饶名华是张志龙的表哥 15年前 他离开这片大山 去到了城里生活 今天我是刚从外地管飞来 每次飞来 我们都要到远地 邻居去我们的主线 也就是祈求主线嘛 保佑我们大家 平安富贵 在城里生活 严重是我们的持主 不管怎么样 不能忘记那个持主的 抱怨 快托手 客家人素来 重庆观念浓厚 逢年过节 许多像饶明华这样的客家儿女 都会来到炎帝林祭拜 热情好客的客家人 最引以为豪的 便是自家酿制的米酒 和客家十大碗 当然 还有那张口接来的客家山歌 炎林客家山歌的内容 离俗且纯真 表现手法大多采用白描 或浅白直接的比喻 在通讯不发达的旧时 客家的男女青年 常介意隔山喊话 隔山对歌的方式交流 斗转心仪 一风未盖 这是阔别已久的家乡 阔别已久的家乡 阔别的家乡 特别就是留恋我们家乡的水酒 跟我们客家的山谷 跟我们客家的山谷 没什么招待 搞了一个我们客家 最传统的那个石大碗 招待它 热情好客的客家人 最引以为豪的 便是自家酿制的米酒 和客家十大碗 当然还有那张口接来的客家山歌 我们这个敬酒和这个 基本上內容都是刺鞭 就是居心發揮 要是什麼客人來了 就唱什麼歌 那個敬酒也是一樣的 像今天我們老錶回來了 他就說我們歌詞內容就是 二百歲黑酒敬老錶 我是誰酒彈又彈 這到了多少年 敬酒歌屬於客家聲歌中 儀式歌的類別 在重要的日子或是場合 客家人定要用聲歌 來表達情感 乾杯 好 謝謝 我們客家人的性格上 就是熱心的 創山歌 在我們客家是烈心悠久 創山歌也就是懷念我們 已故的那些宗宗們 愛的喜愛 老美酒 創山歌 客家山歌 猶如羅蝦山外上 流淌而下的一彎清泉 時刻陪伴著這一群 從中原大地 來到山領篝壑的客家人 他唱出了人與自然的 互相對峙和互相給予 也唱出了詩情話一禮 阿哥阿妹的情意綿綿 愛的喜愛 阿多久 從山都來 農曆六月十三 是客家漢子周朝明 與妻子的結婚紀念日 二十年前 他們相識在這片山口 二十年來 每年的這一天 他們都會再回到這裡 重溫年少的情懷 雙人雙道開門天 打開給台門 旺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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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旺 七旺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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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抖转信仪 遗风未改 琴歌也就成了客家山歌种最有特色的一个门类 苍苍的罗霄山下 客家儿女的生活质朴无华 这也让他们更容易体会地老天荒 他们大胆地以歌求爱 借歌传情 这一份真挚爱情也因此更加千回百转 荡气回肠 客家山歌没有教程 课堂上所教书的秘容 都来自曾淑华日常的积累 因为迁徙的时候 因为那个时候怕打仗吧 就到处流利了 到处这样迁徙过来 因为那个恶劣的反径 他们要在生辰 他们要生活 所以他们没有其他的选择 只有这样 用三个来带地 用三个来表示他们的坚强 因为我爱这个瓦衣 山脚下的学校里 这里的学生和城里的孩子一样 不单单只上文化课 音乐老师曾淑华 正在教孩子们唱山歌 由于我们这个客家山歌 它是一种延伸态的客家山歌 再加上有一个 现在我们有现代音乐的严肃 冲击 所以我们客家山歌就面临着很大的 也是很大的冲击 有些人就很难去接受 很难地去学唱这个山歌 你就想唱这个山歌 也没地方找 所以我们学校就挖起了一个校本课程 所以我们已经慢慢地从一年级 就开始教山歌 现在我们就是想把这个传承和发扬 这个客家山歌的重任都放到他们下一代 让他们能接受这个山歌 所以我们今天出来学唱一首 客家山歌叫什么名字 三刻重来喝喝 六六之香 丛哥高粱 丛哥喝 丛哥高粱 丛哥喝 客家山歌没有教程 课堂上所教授的内容 都来自曾树华日常的积累 我们客家人呢 他是从中年一代迁徙过来的 因为迁徙的时候 因为那个时候怕打仗嘛 就到处流利了 到处这样迁徙过来 因为他那个恶劣的反径 他们要在生辰 他们要生活 所以他们没有其他的选择 只有这样 用三个来带地 用三个来表示他们的坚强 黄昏的时候 龙脊上的云彩 就像一面大旗 插在山顶上 呵护着牛群和木桶 这歌声 像是从土地里长出来 充满着生的喜悦和期盼 所以就是把这种精神 慢慢地用客家三个 渗透到学生的思想意识里面 使他们在学习中 在生活中 碰到困难的时候 也许想想我们的祖辈 那个时候才那么艰辛 都是我们在教宁上 就像是一种金钱的 那边 我们在学习 的心上 我们在学习 一种精神 我们在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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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 都在学习 在学习 学习 学习 手 不能在学习 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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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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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带来了客家三哥 还有原厂的客家快板 和十都镇的老百姓 最能体现他们的生活 进入他们的生活中 眼下正是龙王时节 前来看演出的观众 却不在少数 唱那个三哥的时候 最原厂的那个 下面的老百姓还好 都跟着张大离唱 他们吵笑自己 就是自己的人回来了一样 还是对家人回来了一样 凡有客家居处 即有客家三哥 塔哥而行的客家人 虽历经浩大冰险 数次迁徙 却一直恪守着 宁卖祖宗田 不丢祖宗盐的信条 倔强地延续着 自己的族群记忆 用美丽动听的山歌 复刻着客家人的集体乡丑 这是一曲 一角让人在大山深处的 传史举想 一个充满传奇色彩 而又为血泪浸泡出来的灵系 唱出了中国名歌 最为浓熟 最为放大 也最为猪烈的 黄彩月争